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段是今天我們要說這個環境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得見 我們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徐昕榮老師 徐昕榮是台灣環保靈明的創肥肥靈 這段是公都門的理事長 他去年是在台台的化工會退休 不過他退後不休 為了台灣的環境繼續在打招 今天我們這次 我們想說一些廢棄物的處理 我們知道現在的時代進步 我們有很多的每天 我們青青菜菜都會產生很多所謂廢棄物 普通我們都叫做垃圾 中國都叫垃圾 我去中國他說這叫垃圾 叫垃圾 說我發音不對 我小時候都叫這兩次叫垃圾 不可以叫垃圾 垃圾就說錯別音 發音發不對 我記得那時候我問這垃圾 和資源是不夠分 後來有人告訴我 這樣定義是很 有一個定義 他說 放掉的資源就是垃圾 所以我們如果把東西放掉 都是自圓 就沒有垃圾 所以今天想要 那時候 把我們 先來講一些 廢棄物是要怎麼處理 小師拜託 是 郭教授 郭教授也是我們環保聯盟的前衛長 是一個漁業 漁業專家 是 剛才說的垃圾 廢棄物垃圾 垃圾 垃圾 其實台灣人叫這個垃圾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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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馬老國代也是叫垃圾 老國代 老國代 老國代也是老立委 在民主 安排 現在 當然 他就是一個代表 違反民主憲政的權貴 所以 那個人家說 他 抖在那裡 妨害台灣民主的發展 所以就說 垃圾 這樣 都填料 當然要國台或是國會有全民改選 所以所謂政治上的垃圾 有做一些清理 當然是不是清理得很好 我想見仁見智 很多人都覺得台灣要不發揮轉型正義 所以要不再清理 對 轉型正義還是我們一直沒做 現在回歸就是說 如果在生活裡面放到的所謂廢棄物 到底有什麼樣的定義 當然我們現在針對所謂廢棄物一般的定義 它已經失去原本的使用功能 而我們不再使用它了 就把它當成所謂廢棄物 這個廢棄物目前按照我們法律的規定 有略有兩種 一個叫做一般廢棄物 一個叫做事業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就是我們家庭所產生的 叫做一般廢棄物 所以有時候叫做家戶垃圾 家戶垃圾 事業廢棄物 就是說那個公司航號鋼琴 所產生的就是事業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裡面 有很多廢棄物 有很多廢棄物 所以一般它可以分別做一般的事業廢棄物 這就是說像麥當勞 超商、超產生的廢棄物 跟家戶的垃圾一樣 所以這就是一般事業廢棄物 其他的特別是像鋼琴物 所產生的 一般就是 有害的 有害事業廢棄物 像病醫、精塑 產生的 那就是醫療廢棄物 醫療廢棄物裡面 當然可以分別 有的是感染性 所以 我想我們大家比較關心的 當然是家庭產生的家戶垃圾 現在的處理的方法到底是怎樣 是 我們目前 這個家戶垃圾的處理 大概有幾種方式 早期當然都是用燕麻的方式 那就是說 找一個燕麻場 然後把這本舍拿去那裡 是 等在裡面 當然有的 做比較好的 就是說這個本舍店 會先去做這個 防水 防水的布 在那裡鋪起來 然後把這本舍再放上去 然後再附土 然後再噴油 這樣一斬一斬 一直沖去 這叫做衛生燕麻場 在那裡鋪 慢慢 我們就開始開這個焚化爐 現在本舍就上去焚化爐 然後燒掉 慢慢大家感覺說 這個垃圾裡面 其實有很多可以在舍來使用的東西 就是說 要支援 所以 開始就是說 用支援肥收的方式 來肥收一些 我們可以肥收再利用的東西 對 另外 對我們 這個 參生的廚餘 我們也前一步 廚餘就把肥收 去做養豬的飼料 和堆肥使用 所以 到目前為止 我們處理的方式大概就是 焚化 然後資源肥收 然後堆肥 然後養豬飼料 然後圓埋 大概這幾個方式 是 我記得 我們台灣有一段 因為我們台灣是 一個小島的國家 馬上我們圓埋的地方 沒有那麼多 有一段 我記得 那時候 我剛 我 一 兩千年回來 沒有 一千 一千 九百 九十年回來 那一段 有一段 台灣發生的 垃圾大戰 那時候 我們本座 大家都不在地 大家都 逃退去 把人家打 比 全台灣 有很多地方 垃圾都放在路上 算這麼草 我們台灣那時候 都要蓋垃圾 焚化爐 焚化爐 那時候 趙紹康 那時候 做一番環保宿 宿船 那時候 每個鄉鎮 都要蓋焚化爐 其實 後來 屬實的證明 焚化爐是 二次污染 我覺得 垃圾分裂 比較重要 因為 措置的資源 都會當作垃圾 因為 你 當然 你 現在台北 上來 後來 做的 跟台北 都完全 穩和 那是很好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迷信 說 蓋這 焚化爐 是可以解決 垃圾的問題 結果 我們台灣 經過那麼一次的 那時候 焚化爐 蓋到後來 本舌 都要去買 本舌 其實 把垃圾 都去燒 這是前途目的事項 不知道 是好是你的看法 是 早期的本舌 剛才 郭教授有說過 都使用圓埋的方式 當然 圓埋的時候 你要去找土地 然後去做圓埋 然後去做圓埋 當然 不是衛生的圓埋 就是一般的圓埋 所以 這個 本舌 放在圓埋場的時候 本舌 本身 它會去 產生了 惡錯 所以 那個 文言之聲 所以 整個 環境 非常壞 當然 在我們平野中的油花 本舌也會產生 本舌 滲出水 它會造成 地下 所以 也會去污染 地下水 所以 圓埋場的設置 會產生這些 環境的污染 後來當然 進一步去 用 這個 衛生圓埋場 就是說 現在 這個本舌 放進以前 圓埋場 先去 從 不透 不透水 布 這樣 防止 垃圾 滲出水 去 污染 地下水 所以這個 滲出水 它就是要 挑釋 非常出力 排放 當然 另外就是說 這個 也要做好的 複土 的工作 然後 也要產生的 氣體 一般的氣體 叫做 澡氣 澡氣 會把它吸收出來 這個澡氣 是一種 可以 把它吸收的 氣體 所以 吸收出來以後 可以送去 澡氣的發電 所以 衛生圓埋場 比一般 也有進步 但是 圓埋場 要找到 中地 來 森林 好像很困難 因為台灣 地下人醜 所以 圓埋場 的設置 當然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 最後 有一些地方政府 就是用所謂 天海照路的方式 這些圓埋場 就放到 海壁 然後 就是 當圓埋場 已經抹衣 然後 綠化 變成公園 有這樣做法 像 我們 台北市 萊鵝 那個地方 本來 也是一個圓埋場 慢慢 淺 我們便宜也是 有這樣做一個山 對 對 都要擋風 綠化 對 是 所以 那是 所謂 較 較 較 有較過路的 環境 污染問題 的 這個 所謂衛生圓埋場 的作法 是這樣 但是 這種 這種圓埋場 像 等級來說 也是對當地 環境還是會有影響 比如說 這個 垃圾山 雖然 沒有 已經有 綠化 作為公園 但是 它基本上 也穿到 基隆河的 那個 行水區 所以 這幾年來 它有 這個 垃圾山 開始 開瓦 穿到 以前 放在裡面的 泵舍 像 這種 以前 炎埋場 不然 再穿的情況 非常多 有 像 以前 台北館的 這個 泵舍 也放在大汗西淡水河邊 那是 油群時代 也都把它穿掉 把它移去 辦理的地方 去 所以 因為 它也有一場 有這個 拖地的問題 所以 慢慢 就是說 台灣就開始 發展 這個 焚化爐 這個 做法 目前 現在 全台灣 有 24座 大型 的 焚化爐 我們說 大型 就是說 一天可以處理 300棟 的 焚化爐 一天 三百棟 就定義 平均差不多 30萬人 所產生的 這個 本舍 這樣 當然 這個 焚化爐 它 也有 另外的 環境 問題 二次負擔 主要就是說 我們這個 本舍 去焚化爐 裡面 燒料 當然它的 體積 減料 會減少 重量 也會減少 它 體積差不多 降到差不多 百分之十左右 重量 原來 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左右 這個 過程 因為 你燒 所以一定有 廢氣的產生 所以 這個產生的廢氣 裡面 有 像 綠化氫 硫化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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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些污染物的飄出來 在中大家比較關心的當然是 代歐氫的污染的問題 涉及值度 在這個醫護 那麼它受到醫護 當然就會產生所謂飛渣 飛渣就是固體的廢氣網 這個飛渣粉碎兩種 一種叫做底飛 一種叫做飛飛 飛飛就是隨這個廢氣飄出來的 隨這個廢氣會出來的 這個鹹腐為例 一般叫做飛飛 這個飛飛 因為這個 裡面有含重金屬跟代歐氫 所以這個飛飛是屬於 有害的事業廢氣物 所以這個飛飛也要怎麼處理 這就是變成現在焚化 就不用擁有這個問題 這個飛飛也不好處理 當然就造成這個 重金屬的污染 跟代歐氫的污染 那麼 所以焚化 當然可以把本舊的利用 可以進去檢測 但是當然它轉化為空氣的污染 以及固體的 那個飛層的污染物 這個進一步去做處理 當然它有一個所謂的能源回收的好處 就是說一般的焚化 當然會產生了能量出來 這能量就可以拿去做發電 所以現在焚化爐其實都有發電的設施 另外就是說 因為當初在設這個焚化爐的時候 我剛才說過 譬如說政策是說 每一縣市都要有一個焚化爐 當然我們在台北市其實有三個 在台北館現在的新北市也有三個 像高雄館、高雄市 都各有兩個 聽說那時候不是說新北市跟新北館 說那兩個 根本都沒有設計 設計到兩個 對啦 所以這個設立這麼多焚化爐 大家批評說 這樣設立是大和無當 所以月後 月後是只蓋到24個這樣 月後是怎麼大家覺得說 這個焚化爐是沒有必要蓋那麼多 所以如果原來就是說 民間團體開始要求說 我們政府要從源頭減量 要從源頭減量 從源頭減量 要怎麼做 第一當然是 檢查本社的參選 第二就是說 你這間可以肥瘦的東西 你要分類肥瘦 所以要慢慢 源頭減量分類肥瘦的政策 慢慢政府接受醫療 慢慢去推 對說的結果 當然現在 差不多 只有 差不多百分之 原來百分之五十個 本社會走出去燒而已 對 存在百分之五十 變成所謂的資源 已經分出來 所以現在變成分化爐的設備利用率 變成降價了 所以像台北市來說 平坦不是 像現在也不是沙漠的 露瘦的燒 對 所以現在的情形是這樣 像我們朋友就是 那時候在分化爐 那時候 因為我們 我是朋友人 我們朋友 民意代表 館長 他們都會說 要用這個 要創出經費 就說要去分化爐 其實你朋友來 其實就是 那種 所謂的垃圾 你要仔細地去檢查 其實有很多可以 可以回收再利用 那時候還要去 去一百棟 還要去兩棟 後來那時候 我剛才在朋友 甚至說 也有 努力去做棟 那時候我朋友 後來他就沒有去 不然我這麼煩惱 真是說沒有本社人秀 那這種 後來是都 有帶去高雄 是 是 其實 是最好的手段 其實 我們 這個 一般我們家庭產生的本社 其實你看看 其實很多都是 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所以 我們如果說可以做好 分類回收的工作 當然我們可以 這個 檢查很多 需要 去做最終處理的 處理 對 要如何檢查 本社的餐廳 當然 剛才有說過 就是說 對元頭 就要去檢查 本社的餐廳 要怎麼做這個元頭的減量 這當然就是說 像這個 我們可能 一般 比如說像我們古的衣服 也就是說 古的衣服 也就是說 古的衣服 反正要古早 可能就等到 噴射 噴射 叫噴射 像這些東西 其實 你如果 變成二手的東西 去賣 可能有需要的人 可以去拿去用 所以 像這樣 可以再使用 一種東西 可以再使用 讓它 進入 二手貨的市場 來 讓有需要的人 去賣 這是一個方法 還有 我們的包裝 可能不可以 過度包裝 對 我們現在買一項東西 好 這樣包幾乎電 好 一項小小的東西 它把它包裝 包裝到 這麼大塊 尤其是電腦 這片在 可能是怕 這東西太小 會讓它 或是怎樣 都包到這麼大 電腦的東西 三米一體重 好 太多 是 過度包裝的問題 這其實就是所謂 綠色生產 綠色消費 這裡要去處理的東西 就是說 你這 商品本身的 這個 生產 和 行銷的過程裡面 減少 無必要的包裝 這也是 一個 垃圾減量的方法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都 我們 一間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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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 跟物品 非常 要大家 回收 當然現在 我們 這個 本色車 來修的時候 都已經有 肥收車 跟一般垃圾車 因為現在 政府的政策 已經是用 強制分類 強制分類肥收的政策 已經下去了 在這裏 要叫公告因回收的 一間規定 譬如說 你有生產這個 容器的 商商 或是說 政口商 或是 販賣商 他們都要交 那個 回收清楚處理費 政府 政府 針對一間 物品 譬如說 寶特瓶 那是 那個 養樂多位品質 玻璃品 鋁箔包 頂頂 這是容器的東西 政府 都有在那個 政府上 收這個 回收清楚處理費 另外 像這個 這個 這個 電磁 纖綠電池也好 那個 乾電池也好 另外 那像 汽車 機車 輪胎 那是說 我們現在常用的 電子電器用品 譬如說 我們的 冷氣機 洗衣機 冰箱 那是說 資訊用品 像我們的 電腦 顯示器 鍵盤 頂頂 像這個 照明光源 像燈館 這些都公告 因回收的 這個 廢棄物 他們 這些 政府都要付 回收清楚處理費 給政府 政府才把這個 建立一個 基金 基金管理委員會 正在 針對 這個 台灣 或是說 這個 回收商 和處理商 去 補貼 對 讓他們 的 回收 體系 處理 體系 可以運作 結果 這個體系 可以把 本來的 廢棄物 會變成 可用的 產品出來 比如說 寶特品 經過 體系 對我們 社會者 營養的 寶特品 他在我們可以拿去看超商那裡 彈那裡是說拿去收本舍的時候 拿去收本舍的清潔大隊的回收車 這裡收回醫藥 他會去到一個比較大型的回收商 回收商稍微再送去一個處理商 處理商再進一步去做處理 處理有的是跟進一步去做 那個保特品的原料的粒 進一步去做保特品 而且是說原料變成生產那種 那種纖維 人造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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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進一步去做衣 要是說做什麼那種保的用途 就是有一個循環出來 其實我們台灣 也算大家有努力 我們垃圾減量已經資源回收算做得不錯 但是跟我們台灣那時候 要說我這樣一宣示 你粉化爐 那個錯誤的政策 給遏止掉 像剛才我們粉化爐 不再一直去做 那種 譬如說我們台灣 說實在 我們是有進步 譬如說我去日本 有時候 日本這時候 他那本所 他還會說可燃 不可燃 我覺得他那 比台灣比較好 我們台灣 還有分成好幾箱 不過我們也是 六股 六股要更進步 譬如說現在 我現在三股一直做 是一直複雜 生物一直複雜 有時候我也說 這東西 回收不知道要等到哪裡去 這可能是那時候的標示 標示可能 我們應該就用得更清楚 讓我們這消費者說 我這個要拿去回收 還是要等到一個分類 可能不一定會讓我們台灣 更清楚 是 是 所以這 要怎麼分 讓我們 讓他 社會者 比較知道 要怎麼回收 是一個很重要的 工作 對 這個 間接就是說 我們 這個 上品 在製作的 過程 裡面 是不是去考慮 對 所以 這就是 要怎麼 考慮 我們 要怎麼促進 這個 回收的 容易程度 這就是 所謂 綠色生產 裡面要考慮 綠色生產 有規定的意義 第一就是 它生產的規定裡面 少污染 少用水 少電 然後 要再一點點 就是 易於肥收 這樣才能夠符合 這個 綠色生產的 這個理念 這 易於肥收 就是說 先剛才說的 就說 盡量 這個 這個 產品 你將來 營料 你很容易 可以拆解 就是說 消費者 很容易 可以判定 說這是 屬於什麼 材質 要怎麼回收 那 所以 這個 綠色生產 其實包括 所謂 綠色設計 一開始就 設計到 它 可以符合 這種 容易 回收的 這個 規定 當然 現在 目前 政府 政府 對這個 綠色生產 它當然是用 所謂 環保標章 這樣的鼓勵 就是說 你這個 這個 物品 是不是 在 生產的過程裡面 有省水省電 少污染 另外的 會符合 容易回收 就是說 它使用 這個所謂 我們已經回收 再生的 原料 當然 這個 再生 原料的使用 也是 很重要 因為 我們 如果沒有鼓勵 這個 再生原料的使用 的時候 我們這個 支援回收的體系 就沒有辦法穩穩 因為 你回收 再利用 再利用 這段 沒有通的時 你回收來的東西 就 也是變成本舌 所以 再利用 再利用的時候 就是 你要再利用 你再生的原料 所以 綠色生產裡面 針對 再利用的這些 再生原料 也 可以拿來 輸用這樣 那麼 另外 再利用 這個 綠色生產的 這個理念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就是 要有綠色消費 是 因為 你 上山的產品 只要 利用 再生原料 做的這些產品 如果 如果 沒有消費 做其他使用 那些產品 也是自銷 所以 整個循環 也是沒有辦法 順利的進行 所以 綠色消費 變成這樣 也很重要 綠色消費 就是 使用者 這邊 譬如說 我們 真對 這個 鎖來說 我們是不是盡量去賣 再生子 這樣 再生子 這個市場 才會起來 還是說 我們 一種 其他的 物品 是不是 我們 願意去使用 再生的 材質 做的 譬如說 一種 塑膠的 譬如說 機殼 有的 也是用再生的 塑膠去做的 這可以 我們 消費者 可以 針對 這些 再生製品 我們去 踴躍使用 這樣 再促進 整個 再生市場 發展 這樣 這樣 我們這個 整個 垃圾的 資源 回收的 體系 才可以建立起來 然後 可以把 這個 本石 的 量 除了去 收掉的 本石的量 可以進一步 來檢查 這樣 當然 我們 現在問 我們是不是 可以告一個 零廢氣的 小費 基本上 零廢氣的 小費 最早 拿出來的 其實就是 日本 零廢氣 這個 觀念 當然 我們在台灣 現在政府 在這個 廢氣戶政策 裡面 也就是這個 目標 希望就是說 會經過 我們這個 整個 資源回收 的這個 政策 可以 垃圾 可以 一直減 一直減 就是說 需要廢棄掉的 一直減 減到說 沒有一個 東西是廢棄的 比如說 我們 焚化的時候 最終的一個 處置手段 是焚化 焚化 之後 可能會產生 這個 這個 固體的 這個 飛渣 現在 飛渣 底灰的時候 一般 就是 沒有 有毒的 東西 現在更困難 當然是 飛飛 飛飛這部分 感覺 經過 再進一步 的 處理 飛飛裡面 的 重金屬 和代歐辛 都被棄掉 所以 到最後 飛渣 就可以 變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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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進一步去利用 比如說 做為 這個 那個 那個 路 路基的 石頭 要做 相關的 建材 這樣 就是 希望 就像有 這樣一個 定屬 讓它變成 臨廢器 那 我們 我們台灣的 垃圾裡面 廚藝也 佔了一大部分 對 你覺得 是不是 我們可以做一些 飲食習慣的改變 可以嗎 是 是 我們在家裡 哇 骨頭 雞腳 什麼 剛才說 我們飲食習慣的改變 不一定 吃很多東西 是 就是已經在工廠 出品的時候 都會 處理掉 是 我們 可能就是 走那種 simple life 是 都是 簡單 那種 簡單的 生活 簡單的 不要吃到這裡 很豐盛 是 是 簡單的飲食 不要吃那種 加工的東西 最好 多吃一種 蔬菜 水果 這樣 比較臭的 不用 經過精子 不用做這麼多 讓你 為等小孩 可以運動一下 是 這對整個 食品產業的 這個 汙染 如何減少 也比較節省 整個食品產業的 能源的投入 減少 二氧化碳的產生 變成所產生的 廚餘 也比較容易 再利用 對 目前 現在廚餘當然 都有回收 它就分這兩種 一個 經過真主意 去治療 一個是去做堆肥 是 當然 廚餘量可以減少 也是很好 因為堆肥到尾 也是 如果很多堆肥 就是要去化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生活習慣 包括飲食習慣 也就是說 我們平常 是一種工作的習慣 可以越簡單 越符合環保 當然對整個 廢棄物的問題 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謝謝 我們台灣 改善 改善 雍修台灣 看得到 環境改善 雍修台灣 看得到 這段 為此 廢棄物的處理 謝謝各位 時間到了 這個